大家好 我是小屁 日服天台M7月24號的活動改版消息出來了 這次是日服開服第2個月 所以說也有相關的慶祝活動 首先第一個就是歐靈日記的獎勵加倍 歐靈日記的獎勵的話 它這邊有分三個難度 三個難度都各有加倍 但是一般困難跟地獄 歐靈日記碎片通關一樣都是維持2個 有變的就只有它獲得的天幣 所以說一般玩家還是選擇難度一般的就好 但是喔 但是喔 它這個每次解完一次歐靈日記之後 還會有一個活動任務 這個活動任務的話就是會給你一個蠻棒的經驗值 然後你可以花費龍鑽來去拿到最多4倍的經驗值 當然你最多要花10顆龍鑽啦 OK 那這個加倍活動的話是沒有套用於 章魚 卡士伯那個海盜藏寶圖 OK 然後第二個活動是生命之軟 這個生命之軟之前台服也有相關的活動 也就是說你現在7月24號的 晚上8點到7月30號的晚上8點 每天的晚上8點 你都會拿到一顆生命之軟 然後這顆生命之軟你7月31號之後 到8月7號之前你才能把它開啟 裡面有什麼呢 裡面確定可以入手的是祝福粉末20顆 然後接下來魔術武器箱 然後武器製作秘籍 防具製作秘籍 然後飾品製作秘籍 或是祝武 白武 祝防 白防 最高級材料 高級材料 或者是純白萬能藥 都有機會入手 也就是說今天你打開 你如果碎一點的話就只有祝福粉末而已 因為只有祝福粉末確定會開到而已 然後接下來是 兩個月的 慶祝商城活動 那這個話可以看到的事情是 他釋出了兩個組合包 這兩個的組合包都是1000藍賺可以購買 那就分為 變身抽卡11個 以及 祝武一張 然後另外一個是 娃娃抽卡11個 然後祝福房一張 那這個變身跟娃娃抽卡他是 9萬、18萬那種的抽卡 也就是說他可以抽一般到英雄這樣子 好那接下來是 其他商城的部分 有增加的 一包是你需要用真實貨幣 現實貨幣才買得到的 那這邊是寫說日幣960 潘朵拉的補給箱 那內容物的話就是藍賺320個 耳環交換券2個 執念25個 專備強化捲箱 5個 以及這個 武器秘籍印記1個 那武器秘籍印記你要4個才能製作一個 武器藍布 OK那這個基本上 換算成那個 台幣的話給大家看 大概是 258 259塊左右 那我個人覺得是 沒什麼必要買 因為他裡面 除了 耳環交換券以外 320個藍賺比較亮眼 但是其他的都倒還好 好 然後接下來 是最後一個也是商城的部分 那也是需要用真實貨幣購買的 就是 裝備箱 變身箱 以及娃娃箱 那這個 裝備箱的話 是3000日幣 然後內含物的話是有1000個藍賺 然後以及 每個職業的 加6武器跟加3防具 6個耳環交換券 以及 那個白防5張 OK 那售價是3000日幣 接下來是變身箱 變身箱的話就是 售價是4800日幣 那他的 內容物就是藍賺1500個 以及 龍賺100個 然後還有一個 藍變箱 一個 這個藍變箱是可以開到藍色到 紅色之間的變身 然後娃娃 接下來是娃娃箱 娃娃箱也是4800日幣 內容物跟剛才變身箱是一樣的 只不過 藍箱變成了藍蛙箱 一樣是可以開到英雄的 那這三箱 都只能買一次而已 大號就只能限定買一次這樣子 這個換算成台幣的話大概是 3000日幣大概是 1800 台幣 然後 4800日幣大概是 1282台幣這樣子 OK 那我個人是覺得他這個 如果你今天是中課以上的話 你的變身箱跟娃娃箱可以購買 因為他有藍鑽又有龍鑽 然後又有藍變藍蛙可以買 好 那這次的日幅改版重點分析就到這邊 日幅已經開放 第二個月啦 對那 我是覺得 他已經 他的環境是跟韓版一樣 就是工作室比較少一點 那他的 因為他開服比台韓服還晚 所以說他的福利是持續有在增加的 OK那就這部影片就到這邊啦 喜歡我的影片的話記得訂閱小屁的YouTube頻道喔 我是小屁我們下次見大家掰掰 巴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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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巴 巴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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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巴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